当下的力量 第四章 思维逃避当下的策略 第二部分 从不快乐中解脱 你是否怨恨你正在做的事情 它可能是你的工作 或者你已经同意了做这件事 并且你正在做 但是你同时又在怨恨和抗拒这件事 你会默默地怨恨与你亲近的人吗 你是否意识到了 你因此而散发出来的能量是非常有害的 它会影响你自己以及你周围的人 请仔细观察你的内在 那里是否有一些轻微的怨恨和不情愿的迹象呢 如果有 请从心理以及情绪两个层面去观察它 关于某种情况 你思维所创造的观点是什么 然后 请观察你的情绪 这是你身体对这些观点所做出的反应 请感受一下这些情绪 你觉得开心还是烦恼 这是一个你会选择让它进入你内在的能量吗 你有选择吗 也许你被利用了 也许你所参与的活动枯燥无味 也许与你亲近的人不诚实或令人厌烦 但是 所有的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 你对于这种情况而产生的思想或情绪是否有理 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事实是 你正在抗拒本然 你将当下时刻看成敌人 你在你的内心和外界制造了不快乐和冲突 你的不快乐不仅污染了你的内心世界和你周围人的内心世界 而且还污染了与你不可分割的人类集体的精神 我们这个地球的污染只不过是内心污染的外在投射 上百万个无意识的人没有为他们的内心世界担负起责任 停下你正在做的事情 与相关的人谈话 全面地表达你的感受 或者摆脱由你思维所创造的消极观点 因为你的负面思维除了加强你虚假的自我感之外 不会有任何好处 承认它的无益处是非常重要的 消极的心态绝对不是处理任何情况的最好方式 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 它让你陷入它的陷阱并阻止真实的变化 任何在消极能量之下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它所污染 并且会创造更多的痛苦 更多的不幸 有有甚知 任何消极的内心状态都是具有传染性的 不快乐比疾病的传播速度更快更容易 通过共鸣原则 它会在其他人身上引发潜在的消极心态 除非它们具有免疫能力 高度的意识 你是在污染这个世界还是在清理废渣呢 你应该对你的内在空间负责 就像你该对这个地球负责一样 你的内在如何 外在就如何 如果人类清理了内心的污染 那么它们也就会停止创造其他的污染 提问 依你的建议 我们应该如何摆脱这种消极的心态呢 回答 就是丢掉 你是如何丢掉在手中燃烧的煤炭的 你是如何丢掉身上沉重而无用的包袱的 如果你认识到你不想再遭受痛苦的折磨 或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时 你就可以放下它们了 深层的无意识状态 如痛苦之深 或其他深度的痛苦 如丧失所爱之人 通常只有当你接纳并保持持续关注 即保持你的临在意识之光时 才能得到改变 另一方面 一旦你意识到 你不再需要这些无意识模式 意识到你还可以有其他选择 而不一定要受制于一些条件反射 你就可以轻松摆脱这种无意识了 所有这些意味着 你有能力获取当下的力量 离开它 你就没有选择了 提问 如果你称一些情绪为消极的 如你先前所解释的 你不是创造了一个判断好与坏的二元对立吗 回答 不 当你的思维将当下时刻判定为坏的时候 这个急性就已经被创造了 然后这种判断就引发了消极的情绪 提问 但是如果你说有些情绪是消极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它们不应该存在 我们不应该有这些情绪吗 我对此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允许自己拥有任何情绪 而不是判断它们的好与坏 或者 我们的内心就会有冲突或是否定 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 回答 当然是这样的 一旦一个思维模式 一个情绪 或者反应存在时 我们就应该接受它 你那时没有足够的意识来做出选择 这不是一个判断 只是一个事实 如果你只有一个选择 或者认识到你的确可以有一个选择 你会选择痛苦还是欢乐 安逸还是不安 和平还是冲突 你会选择一种使你脱离自然的幸福状态 脱离生命内在欢乐的思想或情绪吗 任何这样的情绪 我们都称之为消极的情绪 简单的说就是不好的情绪 这并不是说你不该这么做的那种不好 而只是客观评述 就像说胃痛一样 仅在二十世纪 就有一亿多的人死于其他同胞之首 这怎么可能呢 人类彼此造成的这种痛苦 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这还不包括每天人类彼此间 或对其他生物造成的精神 情绪 身体上的暴力 折磨等痛苦 他们以这种方式行动 是因为他们进入了自己的自然状态 并感受到了生命内在的喜悦吗 当然没有 只有那些处于深深的消极状态之中 感觉很坏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反映了他们内在的状态 现在他们又在开始破坏大自然 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但这却又是一个事实 人类是一个精神失常 并且非常病态的物种 这不是批判 而是事实 还有这样的一个事实 人类在疯狂之下 是有理智的 而现在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治疗和拯救方法 现在回到你刚才所说的 当你接受了你的怨恨 压抑和愤怒时 你不再被迫盲目地将他们付诸行动 而你也不太将他们投射在其他人身上 这的确是真的 但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欺骗你自己 因为当你练习接纳一段时间之后 你需要再继续向下一个阶段迈进 那个不再创造这些消极情绪的阶段 如果你不再继续向前迈进 你的这些接纳就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标记 它使你的小我不断地沉浸在不幸之中 而且还会加强你和其他人的分离感 如你所知 分离是小我认同感的基础 真正的接纳会立即转化这些情感 如果你真的认为每件事都很好 这当然是真的 但是 你在一开始就会有这些消极的情感吗 不批判和抗拒的话 这些消极的情感就不会产生 在你的大脑中 你有了想法 认为每件事都很好 但是 在你的内心深处 你又不能真正的相信它 所以 那种陈旧的 抗拒的思维情绪模式 仍然存在 这就是让你感觉不好的原因 提问 那也没什么不好 回答 你在维护你无意识的 遭受痛苦的权利吗 别着急 没有人会把他们从你的身边夺走 一旦你认识到 某种食物让你恶心 你还会继续吃这种食物 并还声称恶心的感觉很好吗 无论身处何地 全然的安于当下 提问 你能再多举些普通无意识状态的例子吗 回答 试着觉察你自己是否用语言或是思想 在抱怨一个你身处的状况 或是别人说的话 做的事 你的环境 你的生活情境 甚至天气 抱怨通常是人们对本然不接受的表现 当你在抱怨时 你就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受害者 当你大声说出自己的感受 你就是在行使你的力量 所以 如果有必要或者有可能的话 你可以通过采取行动 或大声说出你的想法 来改变这种情况 要么离开这种情境 要么就接纳他 其他一切的行为 都是疯狂的 普通的无意识状态 通常与抗拒当下时刻有关 当下同样意味着此地 你在抗拒你所处的此时此地吗 有些人常常希望他们身在别处 他们的此地永远不够好 自我观察一下 看看这种情况是否发生在你的生活之中 不管你身处何地 请完全地保持临在 如果你发现你的此时此地变得无法忍受 并且使你非常不开心 这时你有三种选择 从这种状况中离开 改变它 或者完全地接受它 如果你想对你的生命负责任的话 你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 同时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 然后你就应该接受你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没有借口 没有消极的态度 没有精神上的污染 保持你内在空间的清洁 如果你采取任何行动 离开或者改变你的情况 首先请放下消极的情绪 如果可能的话 请完全地放下 由深刻观察所采取的行动 比由消极心态引发的行动更为有效 行动总比不行动好 尤其是当你陷入不幸之中很久时 如果你所采取的行动是错误的 至少你会从中学到教训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再是个错误了 如果仍然陷于其中 你就会一无所获 是恐惧阻止你采取行动吗 承认恐惧 观察它 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 完全与它共存 这样做切断了恐惧与思维之间的联系 千万别让恐惧入侵你的思维 请运用当下的力量 恐惧不敢与它对抗的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事情能改变你的此地和此时 并且你不能使自己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那么请放下内心所有的抗拒 而完全地接受你的此时和此地吧 那个喜欢感觉痛苦 怨恨和愧疚的虚假而不幸的自我 会因此而无法生存 这叫做沉浮 沉浮不是懦弱 在沉浮中有很大的力量 只有沉浮的人才有精神力量 通过沉浮 你将会从内心上摆脱这种情况 然后 你可能会发现 你在没做任何努力的情况下 局面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哪种情况 你都自由了 你是否有应该做 但现在又没有做的事情呢 如果有 请现在就开始做吧 或者 你就完全接受你此刻的消极 懒惰或被动 如果这是你的选择的话 请充分地享受它 请尽可能地懒惰吧 如果你完全进入这种状态 并变得有意识 你将会很快从这种状态中脱身 不管哪一种方式 你都没有内在的冲突 没有在抗拒 也没有消极负面的心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